嗨,我是老白,最近过怎么样?欢迎来到DIY军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咱们来聊一下Sharkbyte 它呢,是一种推进式的快接管件 简单来说呢,就是连接各种水管 可以连接铜管,可以连接Pax这种塑料管和其他的几种管道 由于它不需要焊接,也不需要拧螺栓 并且啊,它还可以连接不同材质的管道 那么它越来越流行 不但专业的水管工来用 而且不少居家DIY的朋友呢,也可以使用它 在这个视频里啊,我将介绍一下它的使用的方法 注意的事项,它的优点,缺点 它适合安装在什么地方 不建议或者不推荐安装在什么地方 那么现在就开始 那么每一个Sharkbyte的接头呢 里边都有一个这样的塑料的管 这个塑料的管呢,是需要撑住这种软的塑料管的 那么如果是铜管呢,实际上你可以把它拿出来 但是没有必要,放到里边完全没有问题 它这个名字起的倒是挺形象的 它里边有铁片 管道塞进去之后啊,这个铁片就把它咬紧 同时呢,里边有一个O-ring 就是一个小的橡胶圈 这个小的橡胶圈起到了密封的作用 同时啊,这个管道却拔不出来 因为这个四周的小铁芽就把这个管道给夹住了 那我就先以铜管为例给大家演示如何来安装 然后另外一侧呢,用这种塑料管来安装 那么对于铜管来说呢,一般来讲需要把它先切断 如果是你只要切小铜管呢,你可以用小的工具 那么把它拧开拧到一定的高度之后 把这个管塞进去,然后适当的拧紧 当适当拧紧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转了 那么一般情况呢,就这样不停的转 如果是转了几圈之后呢,稍微再拧一下 给一点压力 好,那这个就切开了 看一下质量还是不错的 当你把铜管切开之后呢,周边都会有些毛糙的地方 就是这些凸起的这些铜屑 那这个时候呢,需要你把这个铜屑清干净 那么这里边有个专门的工具啊,就是这个 它呢,一头呢,是凸起的 一头啊,是凹陷的 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 你先把这个放到任何一侧 比如放在凹陷的这一侧 它清除的是外圈的啊,这个凸起 那么拧几下 那么四周呢,就已经很光滑了 手指放在上面没有问题 那么针对它凸起的这一侧呢 是清除的里边的啊,这些 凸起的这些毛边 那么拧一拧 那么都拧完了之后 那我手放在这也就没有问题了 实际上非常的光滑 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呢 就是确定它的深度 那我在屏幕上呢,把这个表格放出来 那么就是什么尺寸的管子 用多大的深度 实际上它有一个专门的工具 这个工具呢,就是比如二分之一英寸的管子 放到这里边,那这个呢 就是它的深度 就这么简单 然后它有额外的功能 就是清除这个 毛边 但是呢,它只能清除外边的毛边 里边的毛边呢 你还需要额外的清除 那么清除毛边最好的工具就是这个 这个铜管呢,是二分之一英寸的 那在表格里边你看到是0.95英寸 那么我们就把它接近一英寸 画一条线就好了 其实隔尺就可以 好,我在这做了个标记 当我标记完了深度之后 这个时候呢,就要把它平行的塞到里边去 刚开始放进去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阻力 这个时候呢,是你遇到了它的金属的尺 这个时候呢,用力往里推 然后,你会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O-Rain 我们看一下 这个标记在这里 实际上你还有大概半寸的距离 你一定要放到底 所以说继续往里边推 好,那我这里边呢,基本上放进去了 我这个标记呢,做的稍微大了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放进去之后 是实际上可以轻微的转动 但不要转动太多 这个里边呢,是有一个橡胶圈 在里边起到密封的作用 那这个工作现在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在另外一侧 接上这种Pax管 那么我们先来来操作这个 对于Pax管来说 也有专门的切割的工具 我建议大家用专门的切割工具来切 如果你要是用到来划不垂直的话 很有可能会漏 一定要注意要垂直 那么看一下切完的切口 还是非常的光滑的 同时要把管道周边的 有任何的杂物 污物或者油呢 都给它去掉 然后呢,我们要做下标记 0.95英寸 大概是这里 好,做好标记之后 我们就开始往里边 也是要求要平行 然后使劲 那你看到现在呢 已经完全就进去了 那这个工作呢就完成了 实际上它有各种各样的弯头 比如这种是T连接三个方向的 这种是直角的 这两个呢 我想是大家会经常用到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阀门 也就是在你家的水龙头的上水管 或者是坐便的上水管 那一般情况呢 会有一个阀门 那么有的老房子呢 上面并没有阀门 如果你要是换坐便 那么最好呢 趁这个机会 把这个地方装一个阀门 以后坐便问题的时候 不需要把家里边水都关掉了 比如这个是坐便的上水管 那把这个直角形的阀门接上之后 这个位置呢就冲上 然后在这个位置 连上这样一个管 就可以直接接到坐便上了 需要把这个给去掉 那么在家里边的坐便呢 基本就是这个造型 那唯一注意的就是 这个地方的螺栓 要拧的湿度紧一点 否则的话会漏水的 这个地方呢 用手拧强度就基本就够了 刚才呢 我说的是直角的 这回呢 我说一下直的 那比如说这个是水管的上水管 那么把它接上之后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直接连接水龙头 比如说这是热水 直接把它连接上 那这样的话 你的上水管就带一个阀门了 它是非常的方便的 接来呢 我们把它拆下来 拆卸的方法呢 有两种 第一种方法 是用这种专门的工具 就是把它这样捏住 然后一夹就夹下来了 我这个是大一号的 另外一个拆除的工具呢 就是这个小环 它是有尺寸的 我这个管呢 是1 2英寸 我这里边呢 就用1 2英寸的拆除工具 把它拆除 把它塞进去之后 然后往里边推 就是把它往里边推 你会看到这个灰色的 这个塑料 开始往里边走 你可以看到在你拔的时候呢 这个咬痕还是在咬着 如果是推的够紧的话呢 才能给它完好无损的拔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拔出来 还是用一样的方法 使劲推 好 这样呢 就给它拔出来了 如果你买的是这个呢 它上面自带一个拆除的工具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 然后把它套在管道上 就像刚才我操作一样 推 它就直接出来了 那虽然说这个产品的官方呢 它说可以反复使用多次 但是呢 也不建议反复使用太多 因为我们都知道里边有个 orane就是这种黑色的香蕉圈 它上边呢 是抹了硅胶的 这种油 润滑油 那么在你反复往里边推的时候呢 这个油实际上是抹在 这个管道上的 我现在都能摸得到 那么如果你反复用的话呢 这个油呢 就完全 被这些管道所吸收走了 这个orane呢 就是失去了保护 也失去了润滑 那么很有可能导致 漏水的问题 所以说尽量不要多次反复使用 一两次啊 最多 接下来呢 说它的优点 它的优点呢 就是方便快 不需要电焊 不需要扭螺栓 那么只要你按照它正确的操作的步骤呢 就可以把它安装好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它可以接不同种类的管子 比如这个铜管和这个塑料管 那么另外一个优点呢 就是这个end cap 或者说呢 你在家里边背一个发门都是可以的 那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比如你家里边的某个水管 爆裂 那么如果你找不到总罚门 关不了水 或者是总罚门的 下面那个总管裂了 怎么办呢 那么你可以用 这种end cap 马上把水止住 这种啊 后边是堵住的 它就像个帽一样 把它给扣住 那么找到漏水的水管 把它直接切断 那么把它直接往里边使劲一扣 这个水瞬间止住了 因为呢 它即使是有水流的情况下 它依然工作的 所以说就像万能膏一样 啪唧就给它粘上了 就完事了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那么它中间是个阀门 那你把一边接上之后 阀门一关 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那么另外一点呢 如果说你有工作 当天没完成 那这个水管不能就这么空着啊 空着一开水 不到漏出来了 那么你就把所有的敞开的口 用这个end cap给它扣上 那么它的好处是可以直接拔下来 那么第二天呢 等你有时间工作的时候 把它拔下来 又可以继续工作 不像这种铜管 这种戒头就要焊上了 焊上之后呢 你就白焊 把它切下来呢 再重新做 那我说一下它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呢 就是一个字贵 它的价格基本上是传统的 这种小部件的价格的10倍左右 有的甚至更贵一点 那么如果说你要是只是DIY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想修一个漏水的地方 或者是增加一个小阀门 那它这十几块钱 对于你来说呢 相比于请一个水管工过来 给你安装一个这个 那是便宜多了 毫无疑问的 如果你要做一个比较大的项目 或者只是一个淋浴的 这种冷热水的混合法 那么你如果都用SharcBite的话 那么它的价格也得在150到200之间 所以说也不便宜 那么另外一个缺点呢 是它的构造的问题 它中间的防水的关键 就是这个Oring 这个橡胶圈 橡胶圈呢 主要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所有的橡胶产品呢 都有老化的问题 而且跟水质啊 温度啊都有点关系 它的官方据说是25年保质 那么至于它什么时候会失效 谁说不好 所以有漏水的风险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尤其在装铜管的时候 这个铜管上边的这些突出金属 你没有清除干净的话 就有可能把里边的这个橡胶圈 扎破滑破 那这个漏水呢 就只是可待了 接下来呢 咱们说一下 它适合放在哪 不适合放在那 那如果是厂家来说呢 它适合放在所有的地方 不论是新建项目 还是老房子 不论是民展还是商业 那么对于我来说呢 我对它持有一点保留的意见 毕竟是一个相对于比较新的产品 那么我在这里边呢 建议大家呢 如果你要是用它的话 尽量用在明面上 比如说 卫生间厕所的这个坐便 和上下水 水龙头的上下水 你是可以用它的 没有问题 因为它即使是漏水 一般情况也是小漏水 一滴一滴的漏 开始的时候 逐渐逐渐变大 那么如果说你要把它 镶在墙里边 比如说做淋浴的时候 你都用它 很有可能就是 它漏水了你也不知道 你也看不见 直到在地下室或什么地方 发现上面漏水了 已经漏了很严重了 那这个时候呢 再补救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你可能需要把整个的 这个墙都拆掉 那这个厕所呢 基本就意味着重新装修了 所以说 建议大家在明面的时候用 但是呢 也并不是说你不能在墙里边用 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浅见吧 就是说尽量避免一些风险 那么最好的方式肯定就是 这种铜 这种吸汗 那把它放到里边之后呢 拿吸汗 这个质量是最好的 因为吸汗呢 它不会变质 如果当时就把这个汗好了 那之后呢 也没有什么问题 除非是长时间腐蚀 导致坏了 这个漏水呢 是谁也避免不了的 肯定在某一时刻 这个东西都会坏的 只不过呢 这个结构更稳定一些 不会有像这个 里边的防水关键 就是一层橡胶圈 那用它也有例外 比如用吸汗不方便的时候 比如这个特别狭窄 很有可能怕你把 怕把房子烧着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还是用它更稳妥一些 好了 那视频的最后呢 我说几个用它容易犯的错误 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要是使用SharkBite 或者同等产品的时候 不要犯这些错误 那么第一个错误呢 就是没有标记 它的深度 如果你没有标记深度的 你推进去之后呢 你不知道推多深 而且这个时候呢 很难拔出来 那几乎拔不出来 你就得用专门的工具 给它拔出来 拔出来之后就变这样了 都是划痕 这段呢就没用了 就得把它剪掉 如果你没有做好标记呢 你不知道推多深了 你以为推到了 其实呢 你的这个管道的头 很有可能刚刚碰到 这个橡胶圈 没有完全的覆盖到 这个位置 那么很有可能导致将来漏水 那么第二个错误呢 就是在你切割完管道之后 并没有进行这种磨边处理 里边要磨 外边也要磨 然后呢 还要检查管道的周边 有没有问题 其实我也学过一些 由于DIY安装 shark bite出现问题的情况 那么很大情况呢 就是没有按照正确的步骤来做 其中有一项呢 就是这个问题 你看这里边呢 都是原来吸汗留下的痕迹 那么 它呢 把这个管道切开了之后 并没有把这个吸汗 给磨掉 那么就导致呢 像这个有骨包的地方 那它你实际塞呢 还是能塞进去的 塞进去之后呢 那么这个地方是注定漏水的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 一定按照标准流程 一定按照标准流程走 把这个地方该打磨 打磨干净 那另外一个错误不能犯呢 就是反复拆卸太多次 那刚才我们也说过了 里边有一个香蕉圈 反复拆卸呢 一是干了 二呢 香蕉圈有可能磨损 所以说尽量不要多次使用 那最后一个错误呢 就是使用了错误的铜管 那你现在能看到铜管呢 都是笔直的 它呢很硬 拿手是弯不动的 那有另外一种铜管 那是软铜 它是成卷的 那种成卷呢 那它不是这种百分之百元的 那么把它塞进去之后 也是会漏水的 而且它是不能用在 Sharkbyte这个系统里边的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买Sharkbyte 或者是与之相关的水管工作工具呢 请看我视频下面的亚马逊的链接 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用 如果有用的话呢 帮我点个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